西元1860年的乱展 使得圆明园珍贵文物因而遗失 在150年后 透过策展团队三年的考证 与努力穿骨至今 于7月5日起 在国父纪念馆举办 三山五元文化全球巡回舍部曲 圆明园特展 重现你我眼前 我们希望透过数位科技 跟文物的结合 能够带给现代的观众 一些不同的视野 能够让它真正的深入到 这些文物历史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 当时的这些人物的故事里头 圆明园历经六位皇帝的增收 共长达135年的历史 其中在乾隆在位期间的扩建 使得圆明园成为万元之源 我们在这个南北这里头 我们在中间就用了一个 时间轴来做切割 那这个时间轴就是乾隆皇帝 南巡跟乾隆皇帝 没有南巡之前 乾隆是最重要 它是扩建了这个圆明园 所以我们就透过了它很重要的南巡 它的南巡跟它的西针 当年乾隆皇将念念不忘的江南美景 搬进圆明园 如今透过世卫媒体 让江南美景重生在你我身边 在异江南这个展区里面呢 我们主要提供的是给我们观众一个异乡 一个诗意 在我们用了圆明园四十井里面 很多的牡丹 荷花 庭园 设计 山水 有这样子数位的呈现 让我们的观众在这样子一个空间里面呢 可以感受到乾隆那个时候 他思念跟怀念他六次下江南 所看到美丽的景象 为了让民众从参观者转为参与者 策展团队在文物的展出上花费心思 不只使民众动动眼也动动手 并透过人物对话 带领民众参与清代社会样貌 我们的这个南巡途的互动装置呢 是民众他只要伸手去抓取龙珠 那那个龙珠就会带动里头的人物的故事 那这样子的方式好像民众就可以在 随着这个乾隆皇帝难寻的过程里头 好像就在现场 那这些方式其实很重要 就是让民众能够走进这个文物的故事里头 1987年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中 圆明园的古文物十二兽手终于有重建天日的机会 策展团队将十二兽手与科技结合 让民众更了解来龙去脉 很多人都知道兽手 可是可能不晓得它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的大时钟 当初乾隆皇帝请了这个郎士宁这些西洋传教士来设计 那他设计的时候呢 就特别依据了我们天干地支的概念 依据不同的时程让这个兽手能够喷水 那我们这一次的设计呢 特别希望能够还原到这个 这个工艺艺术的当时的设计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跨界的结合 我们可以在实体的文物里头 看到虚拟的影像 喷水的结合 圆明园中不仅有东方的建筑设计概念 更有当时西方世界所赠送的礼物 东西方的文化也再次交织 希望能够探讨的是在 比如说西洋龙的建筑 特别是在乔治三世跟乾隆皇帝之间的 有趣的互动 乾隆特别着迷的是机械的东西 所以他特别对这个西洋中 是非常着迷的 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 可是乾隆在喜欢西洋的这个艺术里头 他还是把自己的这个品味加入了 而西方的音乐也融入了东方文化 在策展团队的选访之下 我们能成为最初东西方相识的那刻 我们在这整个在发展的过程 我们就希望能不能够找到当时的乐谱 所以我们就透过了一个国际的音乐家 在美国的利玛的文化中心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当时非常珍贵的乐谱 那这可以说是一个跨时空的这种对话 在数百年之后 在让一个特殊的展演的场合里头 我们再把它重新诠释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